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听万芳与小狗乖乖的故事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我知道您可能不能理解 想象不出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 紧贴胸口的感觉 温暖 又一个用烂了的词 之所以用烂 是因为它的准确 在许多情形之下 很难找到比它更合适的词 所以我还是要用它 温暖 刚才这段话呀是出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乖呀乖这本书是作家 剧作家万芳写给她的爱犬 乖乖的书中呢 它讲述了她和她的爱犬乖乖十六年间 相互陪伴的故事 我们来看照片 万芳怀中就是乖乖 它是只黄色的小串 狐狸式的小尖脸 眼睛很大 黑鼻头 黑嘴巴 从乖乖的角度来说 这部作品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乖乖的使命 二是乖乖的生活 特别打动我的就是第一个部分 它展现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照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乖乖如何陪伴作者万芳度过她人生那段至暗时刻的 在书中万芳这样写道 2003年8月 我先生查出肠癌 手术之后 医生告诉我已经肝转移 当时我先生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因为我决定瞒着他 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 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 我选择了说谎 这样的选择让我变成两面人 表面正常 内心绝望 和多年的老朋友通电话时 我不由冲口而出 我都不知道 怎么活下去 从这段描述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万芳无尽的迷茫和痛苦 他无法判断自己对丈夫隐瞒病情 究竟是对还是错 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爱人 将至的死亡 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于是就建议他说 要不你就养条狗吧 就这样 万芳收养了两个月大的小狗 乖乖 可能大家都无法想象 万芳那个时候到底崩溃成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书中的一段描述 那是个冬夜 她的丈夫 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荧光屏把她的脸映得忽眠忽暗 电视里的男男女女 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起敬 我上前按下开关 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 我站在床头看着她 床头灯的黄光 照着那张毫无声息的面旁 还有多少天 她还有多少天 我的生活还有多少天 空气凝结不动 胸口越来越憋闷 喘不上气 实际上 万芳不是没有经历过死亡 她妈妈走的时候 她在外地当兵 很受打击 可二十出头的年纪 懂得难过 却不懂得悲哀 万芳的父亲是著名的剧作家曹瑜 他是在1996年12月的一个黎明前 悄悄离开的 因为前后在医院住了八年 他的离开不能算突然 只是那个早晨 万芳也不在她身边 心中悲痛万分 但这一次面临丈夫的即将离去 万芳为何如此的绝望呢 她说 这回呀 我置身于死亡的过程中 眼睁睁看着终点线越来越近 没有什么可怀疑可指望的 那就是终点 有一种痛苦 叫做看着别人痛苦 家里有过绝症病人的朋友们 一定深入体会 所以那个冬夜 万芳怀抱着乖乖逃出了家 她妄想用寒冷 把脑子和知觉都冻住 但慢慢的 怀中的乖乖 使她恢复了知觉 然后就有了开篇 我们分享的那段文字的感受 从身到心 她感受到了乖乖的温暖 她突然感悟到 我和乖乖和她 是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 互相感知 互相照护 去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乖乖的温暖 给了万芳面对现实的勇气 后来万芳把实情 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她的丈夫也坦然地接受了 这本书中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 生活就是一架 永不停止的搅拌机 倒吧 都倒进来 您看 从这句话中 不难看出万芳的改变 一旦想开了 就没有恐惧和害怕了 自那以后啊 万芳不再畏惧 她的丈夫呢 也因为乖乖的存在 有了好心情 哪怕只是乖乖陪着她溜溜弯 或者是她在脚边陪她看电视 都让她暂时地忘掉了病痛 有人这样说 说这狗狗们呢 他们都是智者投胎转世 几千几万年累积的智慧 装满了比人类小很多的躯体 她不用言语 她用她的全身来说话 的确 在万芳丈夫离开的那个晚上 乖乖就这样做了 那天万芳异常地冷静 她坐在病床边的一把椅子上 等着丈夫的生命消失 然后给她换好衣服 送进太平间 再帮着把人从推车上 移进铁盒子里 最后看着铁盒子 被推了进去 那个晚上 她没有让人陪 一个人回到家 什么都没做 甚至没哭 其实书读到这儿的时候 我估计很多朋友 都会感到疑惑 作者之前那么痛苦 为什么丈夫没了 反而不哭呢 她说 我先生的死 就是我无法选择的 但是我可以选择 对待他离去的态度 我选择接受 对不幸 不做鸡肋反应 不让他进一步伤害我 不能说 这是我主动的选择 狗的帮助 至关重要 就在那个特殊的夜晚 晚芳把乖乖 抱到了床上 搂住了她 她写道 她匍匐在我怀里 下巴磕 枕着我的胳膊 微微扬起的小脸 正对着我的下巴 床头灯照着她 她直勾勾看着我 一双黑眼睛 惊人的明亮 我压低下巴科 和她对看 片刻 她重重地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整个身体 都随着这口气 松弛下来 瘫软下来 像是在说 哦 好 终于平安了 您看 就这样 乖乖又一次拯救了万芳 乖呀乖 这部书可以说是万芳 写给自己的爱狗的一部 感人的备忘录 也是她对乖乖的 最深情的告白 他们俩彼此被需要 相互被拯救 以爱相伴的故事 读起来 特别特别致于 他们相伴的十六年 看似很短 这却是一条狗的一生啊 十六年又足够的长 长得 可以念一辈子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 万芳的乖呀乖 咱们明天同一世界 再会